我们来梦的哈哈曹不速的时候 他就是卫生委员 他别的都没干 就帮同学倒了六年的垃圾 哈哈曹同学虽然成绩差 但是倒多了垃圾 他必利惊人 也算是有优点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最帅气的陈曹哈曹 毕丽大马 那只能算是我众多优点中的 一个而已啊 就像是这个银河系中的 一个小女士一样 这个虽然我优点那么多啊 但是我唯独没有回答 蚊子的这个优点 没错啊 这就是我不完美的一面 哎呀 没到夏天啊 一通过就惨了 结果是走到哪儿被咬到哪儿啊 绝对是蚊子最爱的人没有之一 我也想啊 他们能够一路俊斩 可是他们就是不听啊 偏偏独撑我一个人 就咬我就咬我 这太了我感动了 在这个炎炎夏日 知道谁对你最好吗 是蚊子 他对你不离不弃 时不时给你一个红包 让你感动得睡不着 从小到大 就他给的红包最多 大包小包都有 不想要都不行 硬给还追着送 你还得给他掌声 没毒这个红包 我永远都不想要 我一般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就是一条命 看着手上被咬的包 陷入了沉思 千里分红包 历经经义重啊 看着大家都和我一样被蚊子咬 那我也就放心了啊 反正我现在出门是必被封了几年 只要是中招了立马拉出来 擦一擦 不然养得真是受不了啊 就是这东西啊体积比较小 有时候粗心会忘记带 没带的时候被养得真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啊 我们栏目的一个肉肉同学 比我更粗心大意啊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了 一起去看看朋友圈 看一下发生了什么吧 好 直接去上班 再玩手机没卡轻 撞公司玻璃门上去了 然后方面有很多人 尴尬得要死 正如我旁边一甩哥说的 一不要尴尬 经常有人撞到美上的 上个月就有一个女的 戴了个眼镜 眼镜就撞断了 还撞出血了 我笑了笑 只得只眼角的吧 还是说的 上次撞的就是这里